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在前面已经学习了非线性规划的主要内容 我们这节课将应用前面的知识 来讨论一种特殊的非线性规划 二次规划 同时对非线性规划的一类常用的方法 进行介绍 好 我们先来讨论二次规划 二次规划 它的模型一般是 是如幻灯片 它的这个目标呢 是一个二次函数 它的约数是线性的 那么 由于它的这个约数是线性的 从而构成呢 这个约数欲是突几 因此 我们由前面突规划的知识可知 只要它的目标函数 F是一个突函数 那么这就是一个突规划 由前面说过的突函数的判定方法可知 只要这个函数的海塞针是一个半正定的 它就是一个突函数 那么我们这个二次规划 它的目标函数F的海塞针 就是它写成这种一般是的时候 它的这个二次系数针 H 于是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看一下这个系数针 H是不是 这个大于等于0 来判定了它是否一个突规划 假如是的话就可以用KKT条件来求解 因为KKT条件对于突规划 是一个冲要条件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讨论这个二次规划 当它是突规划的时候 我们怎样利用KKT条件来求解 首先呢 我们写出这个二次规划的KKT条件 我们知道KKT条件主要是由T度组合式和松紧式 当然最后还有一个非复式所组成 它的主要的表达式是T度组合式 T度组合式呢 对于二次规划 因为它很简单 我们可以呢 具体的把它写出来 比如说这个目标F的T度 由目标函数求1解导信息 可以得到等于HX加C 然后呢 两个约束 这两部分约束 上面这个呢 可以记作G1 下面这一部分可以记作G2 那么分别可以求出 G1和G2的T度的这个矩阵表达式 分别是A和I 然后呢 我们为了写出接下来的松紧式 我们可以呢 就是把这个相应于G1和G2 这两部分约束的这个组合系数 也就是这个乘子 分别记为Y1和Y2 其中这个Y1呢 它是一个向量表达式 它里面呢 这个分量的个数 是和这个G1的它的个数相等的 假设为M个 后面这个乘子Y2呢 它也是一个向量 它的个数 分量的个数 是和这个后面这块约束 就是非负约束 个数相同的 因为变量是N个 所以这个Y2这一块乘子呢 它是N个分量 于是呢 我们接下来可以把这个二次规划的 KKT条件表达式把它写出来 我们看到在这个表达式上面 最上面一个表达式呢 是T度组合式 它的等式的左边 就是刚才我们算的 这个目标F的T度 等式的右边是 约束T度 两部分约束T度的一个线性组合 组合的系数分别是Y1和Y2 然后呢 下面这两个式子是松紧式 那么就是拿组合系数 和它相应的约束的构成函数 相乘等于0 然后在后面呢 我们把 因为我们是想用KKT条件来求解 它应该是既满足KT条件 又满足可行性 因此我们把这个约束条件 把它也加入了进来 就是AS加B大于等于0和X大于等于0 同时呢 这个乘子Y1Y2大于等于0 这样我们就把 这个二次规划的KT条件 和它的可行性的约束呢 我们把它表达为 上面的这个 这一组式子了 我们看到这一组式子 如果对它进行求解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 二次规划的解 那么由这组式子 求出的这个X 就是我们要的 这个二次规划的解 但是呢 这样的一组式子 它实际上是一个非线性组 既有等式 还有不等式 那么于是呢 我们就对它进行考虑和研究 我们发现在这一组式子中 其中呢 如果不考虑这个 这两个松紧式的话 这就是一组线性组 线性组的表达式呢 如下 我们看到这个虽然也是 既有等式又有不等式 但是它呢 这个表达的这个构成函数啊 都是线性的了 接下来我们就在想 该怎么样来求解 当然呢 如果直接解这一组式子 解完了以后呢 再来考虑这个 它的是否满足松紧条件 这也是可以的 但是直接解这一组式子 也并不容易 如果这要是一个线性规划的约束 如果再能构建一个目标 合理的构建一个目标 使它成为一个线性规划 那就豪解得多了 于是呢 我们就考虑啊 怎样在这个一组线性组 这个式子的基础之上 构建一种 想办法构建一种 基于线性规划求解的方法 我们的这个思想呢 就是想考虑是否能用线性规划来求解 而线性规划求解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是用单纯形法解的话 是要把模型化为标准型的 在一开始 那么化成标准型的时候 我们需要添加松弛变量 或者人工变量 把模型化为等式 同时系数正中还要含暗 我们观察这个它的约数 其中呢 在这个约数部分呢 第二个约数呢 是一个不等式 这个呢 可以把它通过添加松弛变量 加出一部分单位来 但是上面这个组合式呢 第一个式子 它的这个就是外一的系数是i 但是呢 由于右端向那个c 它不一定是这个都是大于等于0的 那么如果当c是负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需要为了保证右端向是非负 两端乘以负号的时候 有可能使得这个y2的这一部分的系数啊 提出了一种方法 就是因为你要把它画成线性规划的 a中含暗的情况 呃 我们添加这个人工变量使它含暗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人工变量 我们前面学过大M法的时候 在现行规划中 我们学过人工变量的有关知识的时候呢 呃 我们曾经知道这个人工变量最后是要让它出击的 怎样让它出击呢 我们可以自然的想到 能否在目标中来体现 就是构造一个目标 使人工变量之和极小化 那么于是呢 我们就可以构建下面的这个线性规划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线性规划 它的目标是人工变量之和极小化 人工变量之和极小化 然后呢 它的这个约束部分 在第一部分约束 就是相应于原来的组合式的那一部分约束 呃 添加了这个z 这个z呢 就是人工变量 的向量 那么这个z的前面 大家看到有一个signal这个记号 它是说 z和c同号 c要是负的 它也是负的 呃 c要是正的 它也是正的 就保证了要出来的是一个单位阵 然后下面这一块呢 是在原来的那个可行性约束上加了松弛变量 那么现在的这个规划的变量部分 除了原有的 除了原有的xy1y2之外 添加了z和xs xs呢就是松异 那么这样构建了一个线性规划之后呢 它的单纯行法就是求解呢就可以进行了 因为这个时候的细数阵当中 约束细数阵当中 应该是含有i的 这个i呢 是由下面这一块的松弛变量 和上面这一块 它的那个人工变量部分 共同构成 好 我们把这个线性规划的单纯形表 我们来看看 把它这个列出来 我们看到这个线性规划 它的变量部分 是x 这是原有的决策变量 xs是松弛变量 然后y1y2是乘子 z是人工变量 那么它的第一组基 是由人工变量和松弛变量 xs这两块变量所组成 那么它的系数部分呢 就是我们刚才的模型中得到的 但是呢 不要忘记的是 我们这个线性规划是 暂时没有考虑松紧条件而构建的 因此求得这个满足这个线性规划的 求出的解之后 还要满足松紧条件 松紧条件 刚才我们已经知道是 y1和它相应的 那个约束 就是ax加b 那一部分的这个 这个成绩呢 等于0 然后呢 是y2和它相应的约束 就是x 直击等于0 其中上面这个约束 我们呢 把那个 就是y1相应的约束呢 它恰好等于松弛变量 xs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的形式 由于它这个解 要满足松紧条件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 具体求解这个单纯性表的过程中 只要让它每一步都满足这个松紧条件 就可以了 也就是这乘积的这两项 不能同时都是大于0的 也就是说呢 它同时呢 不能这个是都为积变量 好 下面我们呢 举例说明 现在假设有一个二次规划 我们看到它呢 是两个变量 一个这个资源约束 比较简单的一个二次规划问题 我们下面呢 就来看一下 它是否能够用 我们刚才说的 基于KT条件的线性规划求解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目标函数 它的二次系数矩阵 我们把它写成矩阵的形式 把二次向 它因为没有交叉项 它的这个系数阵呢 就是一个对角阵 主对角是22 然后呢 同时把这个A和C 还有B把它写了出来 同时呢 它的橙子 也把它写了出来 Y1只有一个分量 因为它只有一个这个资源约束 Y2呢 是有两个分量 因为是两个X 由于这个H 它显然是 主子是都是大于0的 所以它是一个正定阵 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突规划 因此我们可以呢 接着用刚才的 基于KKT条件的线性规划方法 来进行求解 那么求解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要写出 它相应的这个线性规划 为了写出这个相应的线性规划呢 我们要先把有关的 这个就是相当于是 线性规划的约束部分的这个式子呢 把它表示一下 首先第一块约束是 负的HX 因为刚才H都已经写出来了 加上A转至Y1 以及呢 这个IY2 再加上呢 这个Signal CZ 的这个人工变量部分 等于这个C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把第一块的约束的计算 把它写了一下 然后把第二部分约束 就是原有的那个可行性的约束呢 也把它写了出来 于是就可以写出我们相应的这个线性规划了 它的目标是人工变量之和极小化 它的约束呢 我们看到前两个约束式子就是相应于刚才这个组合式的 然后接下来的约束式子是原有的那个这个约束 那么最后的变量就是原有的变量X1X2和松弛变量X3 另外呢就是橙子Y1Y3和人工变量Z1Z2 这个线性规划呢就是它里边因为那个就是展没有考虑松紧条件 所以在求解的时候要注意满足就是相应的这个松紧条件 它呢应该成立 就是这些一对一对的变量呢不能同时都不等于0 好 下面这张表呢是刚才这个线性规划求解的过程 由于现在是一个极小型 因此呢 它的检验数和极大型是反号的 也就是说呢 它的检验数当都大于等于0的时候为最优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第一张表 第一张表呢 我们看到它的极变量是人工变量和松弛变量 这个刚才我们已经在一般的说过了 那么这个经过计算之后呢 它的检验数当中应该是相应于这个负五的那个Y1进基 但是呢我们看到如果Y1进基的话 而这个原有的这个松弛变量X3并不出基 所以这个Y1如果也进基了 而X3也仍然在基变量中 那么它两个的成绩呢 那就不能这个满足呢成绩为0了 因此刚才我们是说过的 这个时候就要注意要满足松紧条件 为了这个呢 我们就放弃Y1进基 使这个其他的可进基的变量 比如说X1和X2 它的检验数都是负二 我们就取X1进基 这个时候呢经过计算是X3出基 那么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在迭代计算到第二张单纯形表的时候 这个时候X3已经出基了 这个位置是X1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经过计算Y1仍然是应该进基的 那么这时候Y1就可以进基了 因为X3已经不在基变量中了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题目呢 把它计算求解出来了 求解出来的结果 我们看一下是 X1、X2 这个两个分量是我们原有的决策变量 我们要的结果 后边呢分别是松弛变量乘子 那么这些呢 这个就是在KT条件和这个化为标准形的时候的 那么我们主要呢 是要的是这个就是这个前面 前面两个分量 当然还有就是X3呢 是松弛变量 刚才说的这个在求解过程中的一个注意事项 就是我们要保证呢松紧条件 在每一步求解的时候都要检验和使它满足 那么我们在刚才介绍了二次规划的求解方法之后 接下来呢再来介绍一类在非线性规划中常用的一类求解方法 法函数方法 法函数方法 它的基本思想是将约数与目标组合在一起 化为一个无约数极致问题来求解 实际上呢 这个思想 我们在一开始已经说过 它是在我们危机分中学过条件极致 拉格朗日成子法 实际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 就是把有约数问题 化为一个无约数问题来求解 那么这个法函数法呢 它又可分为外点法和内点法 它们分别是从可行于的外部和内部 逐步逼近自由解的思想 接下来我们就来先说一下这个法函数 它的这个含义和它的思想 我们呢 主要以外点法为例 来进行说明 这个法函数方法 首先呢 是要构造一个法函数 这个法函数呢 我们 把它记作 PXM 其中的这个M呢 是一个法因子 这个PXM 就是它里边含有X和M 这样的一个表达式 我们把它称作法函数 法函数 它的具体表达式 一般的具体表达式呢 我们把它看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罚函数PXM 它的构造是怎样的呢 首先第一步 它的第一项是原有的目标函数 FX 后面有两项 分别是相应于这个不等式约数和等式约数的两个罚项 之所以把它称作罚项 是由于它含有系数大M 大M呢 称作罚因子 是一个充分大的正数 那么这个后面的两项 以及它的整个这个罚函数 是什么意思 什么思想呢 这个实际上我们稍加分析 并不难理解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罚项 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二项 也就是相应于第一部分 不等式约数的 这一块 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表达式 前面当然有一个系数是罚因子大M了 后面呢 是对所有的相应于不等式约数构成函数的求和 所有的这个不等式约数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求和 那么对什么求和呢 我们看一下求和的像 它是在0和GJX中取最小 取最小之后再加一个平方 那么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这个GJ这些约数都是大于等于0的 所以呢 如果X是满足约数的 那么大于等于0的一项和0相比谁最小呢 当然就是0了 所以只要这个X是可行的满足GJ大于等于0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第二项 这个实际上这一项就没有了 就是0 但是当这个X不是可行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GJ是小于0的 GJ小于0和0取最小 那就是GJ了 那么GJ是一个小于0的项 它的平方是一个大于0的 于是呢 前面再乘上一个大M 一个很充分大的一个正数 那么这一项就会变得很大 而我们的目标F是要求极小的 如果把这个罚函数P 把它作为一个新的目标函数 它要求极小的话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给它加了一个 一个惩罚 因为那一项很大的一个 要充分大的一个一个正的一项呢 它是这个大大的阻碍这个求极小的过程 而这个如果没有这个罚项 像刚才说过的 假如X是可行点 这个时候呢 那个罚项就是0 那么这个时候呢 假如后边那个罚项也是0的话 这个罚函数就是一个 没有约束的 一个这个 普通的FX 这样的一个 这个相当于是原来的那个 目标函数的求极小 而且这X呢 又是可行点 那么这样求得的几小和原来呢 是同样的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思想以后呢 把最后的那个罚项也 大家就不难理解了 最后的那一项 那个 这个罚项呢 是相应于等式约束的 它的构成是M乘以一个求和 求和的相是HI的平方 我们知道这个X这个点 X这个点 假如是可行点 它满足这些 那些等式约束的话 那么 这个H就应该等于0 于是那一项也没有 那么假如X不是可行的 这个时候呢 HI就不等于0 而不等于0的HI 它的平方也是一个正数 这个时候再乘以大M 它后面也是一项 很大的一个正的一项 它的思想其实和前面这个罚项的意思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惩罚不可行 也就是说如果是X是可行点 这个时候后面两个罚项都没有 我们现在就是求原来的目标函数F的极小化问题 因为这时候X它是可行的 假如后面的这个两项存在的话 也就是相应于X不可行的情况 那么就这个显然呢 它是不能够这个求得原来的同样的极小化 那么我们采用这种思想建立了乏函数以后 就可以呢把一个约数极致问题 化为了一个无约数极致问题 这个无约数极致问题呢 我们就可以采用无约数的优化方法 来进行求解了 那么这个在求解的过程中呢 这个罚项呢 以及我们的目标的极小化 可以呢就是说 这个婆使这个X呢 逐步的趋近可行欲 它的一般步骤 我们来总结一下 外点法的这个罚函数方法呢 第一步选取初始罚因子 即为M1大于0 令这个迭代的步数K等于1 精度Epsilon大于0 第二步 对于一个一般的罚因子 DK部的罚因子 求解相应的无约数极致问题 就是 极小化P XMK 得到相应的 这个近似最优解XK 第三步 假若这个XK 就是DK部求出来的这个 这个解 已经满足可行性的精度要求了 也就是说等式约数 它呢 这个XK带入等式约数 HI 它的这个绝对值充分小 满足精度 而它的那个 就是 这个 非复约数 不等式约数 就是一个不等式约数呢 它呢 也是满足 它的这个 就是 可以 接受的 精度的时候 这时候就停止了 这个XK呢 就是我们这个 NLP的近似解 否则呢 就取一个更大的一个 罚项 也就是呢 这个进行DK加1步的 这个迭代 那么 转第二步 这是罚项数方法的一个 一般的步骤 那么假如呢 对于一些很简单的 非线性规划问题 呃 我们 列出 罚项数以后 有的时候呢 因为列出 罚项数以后 它就是一个 无约数 极致问题了 有的时候可以 呃 很简单的 用微积分的方法呢 呃 进行 这个直接的 求解 也就是说呢 可以 比如说 呃 有微积分的方法 可以先求出 它的注点 呃 然后呢 判断这个注点 如果是 这个 极小点的话 我们可以令 其中的这个 呃 罚因子 M 让它趋于 这个充分大 看一下 它的极限点呢 如果是 这个存在 并且是 这个可行的话呢 那么这个就可以 得到 我们的这个解 下面举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呢 看到 要求解的是一个 非线性规划 这个非线性规划呢 有两个变量 呃 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问题 因为它很简单 所以呢 我们在用 罚含数方法求解的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呢 是否能够直接 呃 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 首先先把罚含数 写出来 根据前面我们说的 罚含数的一般的 这个 这个 式子 我们来写出 这道题的罚含数 它是前面这一项 就是 原有的目标 F 然后后面加上 两项 罚项 呃 因为这道题 没有等式约数 它都是 是两个 不等式约数 所以它后面两项呢 都是相应于 不等式约数的 这个 罚项 呃 也就是说 这个不等式约数 它的这个构成函数和零 取最小 然后呢 再取平方 前面再乘以 大M 好 那么这个 表达式当中 它 涉及到的 两个 式子取最小 它是一个什么 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函数呢 比如说我们以前 前面这一个罚项 它是零和 X1-1取最小 那么 如果呢 我们画出 这个的 图形示意图 我们看到 它大致上 是 X-1 这个 这是一个线性的一个函数 呃 它呢 和这个零 这两个 取最小的话 那么 如果我把这两条曲线都画出来的话 Y等于零 这个函数就是X轴 那么这个 X1-1 这个 这个 函数呢 它是一条斜线 它们两个呢 在1这个点 呃 相交 在这个 相交的这个点的左半部分呢 是 X1-1 最小 在右半部分呢 是零 最小 因此呢 这个取最小 这个函数 它的这个图示 就是如图红线 所示 我说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 在 对于这样的函数 呃 如何考虑 呃 它的这个 求导 因为一会儿要 要用到的 它的求注点的话呢 呃 是要对这 这种 取最小的这种函数呢 呃 要清楚它的 含义 下面呢 我们 对这个 罚函数 求注点 为了求注点呢 我们令 它的偏导数 令它为零 但是我们其实 刚才在那个 图示的时候 图示虽然只 画出了一个 那个 取极小的 函数的示意图 但是呢 第二个和它的 这个同样的 那个也很简单的 可以画出来 我们看到 实际上 这个分段 函数 它这个取最小 这个函数 实际是个分段函数 当它这个取零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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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间段的时候 实际上呢 这个罚向呢 就没有 没有意义了 就它不存在了 因此呢 实际上 它有意义的 区间段 是 它这个 表达式 是取代变量的 比如说 上面这个是 X1-1 它应该是 小于零的 那个 区间段 也就是说呢 在 当这个 X1-1 大于等于零 和这个 这个 X2 大于等于零的时候呢 嗯 它 这个 都是不成立的 就是这个 实际上 这个 嗯 就是 偏导数 等于零的 这个 这两个式子啊 其实只是对 就是 这个 X1-1 小于零和 X2小于零的时候 是成立的 而这个时候呢 恰好是 不满足 可行域的 条件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个式子啊 呃 是在 可行域外的点 成立的 好 那么 那么 接下来呢 因为 这两个式子呢 都是可以 嗯 这个 求解的 那么我们 在这个 可行域外的点 我们进行 求解的话 可以求出 它的 X1和 X2的 表达式 都是含有 大M的 在这个点呢 它的 海塞阵 是大于零的 说明这个 注点 是极小点 有微积分的 知识 可以判断 呃 然后呢 我们令 大M 趋于 充分大 趋无穷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可以得到 X1和X2 它的极限点 分别呢 是 这个 1和0 那么 于是呢 我们 验证一下 这个 10的 这个点 看到它呢 是满足 约束的 因此 它就是 这个问题的解 好 同样的 方法呢 我们 还可以 呃 再来 看一个 简单的例子 和刚才的 思想 和过程 是差不多的 这也是一个 简单的 非线性 规划问题 只有两个 变量 那么 构造 它的 法函数 然后 求这个 注点 实际上 注点呢 和刚才 同样的分析 它是在 这个 就是 呃 也就是 不满足 可行 欲的条件 的时候 的 这个的 区域 成立 那么 对于 可行 欲 外的点呢 我们 呃 这个 由这个 注点的 这个 表达式 注点等于 零的 这个方程 解得 这个 注点 然后 再令呢 这个 我们的 这个 什么呢 呃 大M呢 趋于 正无穷 可以得到 一个极限点 零零 而这个点呢 经过验证 是满足 可行性的 于是 它就是 我们的 解了 好 呃 那么 我们到这里呢 把 这个 法函数 方法 的 一个 基本思想 一般 步骤 和 简单 例子的 情况 做了一个 介绍 我们 大家呢 在这个 我们的 介绍的 基础 之上 就可以呢 对 进一步的 非线性规划 的 其他的 内容 进行 学习 和 研究了 那么 我们 非线性 规划的 计算 求解 呃 可以 有一些 商业的 软件 可以利用 呃 那么 也可以呢 利用 智能算法 或者 松弛策略 来进行呢 呃 这个 求解 呃 那么 但是呢 这个 商业软件 实际上呢 它只适用于 呃 性状 比较好的 这样的 非线性规划 对于一般的 任意的 复杂的 这个 非线性规划 问题呢 呃 可能就是 还是 需要 研究 它的一些 近似的方法 我们在 这个 呃 非线性规划 这一部分 内容 一开始的时候 给大家介绍了 参考书 呃 我们呢 这个 在这个 呃 最后呢 呃 又 例举了 呃 几本参考书 大家呢 可供 参考 好 我们这个 非线性规划 这一部分 就介绍到这里了 我 这边 你 在这边 我 在这边 感谢观看